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状况当然并没有发生 最高领袖的指示迅速落实了下来 为此一场耗时17年的三线建设 就此拉开序幕 一切变化都是从1964年开始的 随后的数年先后有400多万名年轻的工人 干部 知识分子 解放军官兵从上海 沈阳 哈尔滨 吉林 北京 青岛等各大城市出发 如同蒲公英一般 飞往了那些被叫做三线的地方 在当年游北向南 游东向西的路上 一场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运动就此展开 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盘 否则 此股ं上 这行entar g 这 这 到下午两点钟左右 我们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 他们带来这个锣鼓 敲锣打鼓到门口来 欢送我 还弄了个红的喜报一样的 就是欢送 之内 然后到我家 我祖母好他大哭 然后他们就跟他宣讲 这个之内的意义 他是为国家去建设三线 要准备打仗 在欢送的时候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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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不去便开出当机 这样的话是无法确认的 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 抱着建设强大祖国的念头 一张张面孔 一支支队伍 从各个城市奔赴三线 但是真正离开家的那个时候 心里面很难受 当时我写过一篇日记 就是在来的火车上 我都写过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 我觉得离开家的时候 我写诗的那种豪情 都不存在了 当时有的只是一种伤感 用什么 我的祖母在家里穷哭 我的母亲几乎已经是 眼泪都流完了 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 我的弟弟 我的妹妹 全部是上山下乡 插队落户去了 家里还有一个小妹妹 比我小九岁 我的祖母当时已经七十岁了 对吧 我的母亲 就是家里还有三个 对吧 那么我的父亲 就是一直在外地工作 所以在这之前 不觉得总是豪情装置 革命豪情 离开家的时候呢 这些心里面难受 想到从此就是 几千里路之外 家里的这些 老人 母亲 妹妹 他们怎么办 那时候我想了很久 您自己写局勋书的时候 没想到这些吗 没想到这些 您家里支持您 到孩子来 他支持不支持 都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你在单位里已经报了名 而且已经定下来 你要去了 你不能不去 那时候等于就是 已经没有选择 四十年过去以后 身为上海人的倪同政 只回过上海几次 正如他所说 一切已经没有了选择 命运发生改变 故乡已变作他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社会 转发生改变 并且转发生改变 有所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年仅23岁来自武汉的张玉生被派访的地方是潘之花 那时候的潘之花还叫渡口 那只是一个金沙江畔的一个只有欺负人家的小山村 短短两年之后这里赫然变成了一个20万人的钢铁城市 城市当然只是今天我们对它的称呼 就当时来说更准确的说法那是一个巨大的功底 潘之花是当时被寄予厚望的地方 众多的人力物资和政策都朝这里集中 和张玉生一起前来的还有王大宝李贵秀等等等等 有近20万各个工种的人才 40多年过去了 他们的面孔已经苍老 而潘之花还正在成长 因为很多女孩子没坐过 第一是没坐过那么长途车 运的一塌糊涂 第二个呢 他没见过那个镇时 跟我们一起来的呢 是十九夜工会的 一个实际是野金木工团下的几个演员 那个小女孩子都挺娇气的 那有一个还是金斯眼 在到了水城吃吃饭的时候 那个水城的小餐馆 那个牛和银都在屋里 一起走来走去的 就是地下一大堂牛屎 他眼睛又不好 他也没想到餐馆里边能有牛屎 所以谁把酱油撒撒到这了 我们大家在 从贵阳等了两天车 又坐车到安森 这就不一样了 路上也荒凉 到了安森之后 住不像住的地方 吃不像吃的地方 早就听见他们先来的说的 说那旅馆里啊 都是狮子 说你只要睡一夜 身上就要爬满狮子 因为我是东北人 小的时候在农村 直到那个狮子 不洗澡 身上长狮子的那个滋味 说这怎么办呢 晚上大家想注意事 干脆吧 就脱光吧 身上一点东西不留 一丝不挂 然后用皮带 把这个衣服卷起来 挂到房顶上 早上起来之后 互相打掃身上 打掃干尿样 或者穿衣服 不知道这招起作用了吗 还是那个时候没狮子了 反正我们到这一步上 倒是没招式的 在全国各地工人 奔赴三线的同时 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西北展开 1970年 为了湘羽铁路迅速上马 陕西段部署了 铁道兵三个师 民工四十万 日夜师工 此外 又从陕西境内 抽调两万五千多名 六九届七零届 初中毕业生进行补充 这个学生团体被称为三线学兵 我们基本上是两个班 一个车 由部队军代表带领 我们就唱着歌 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了 王增苏是三线学兵中的第一批成者 他们吩咐的主要是 鲜鱼铁路的安康段 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他们来说 出发时的情绪是无尽的兴奋和激昂 背上有那个形状 扛起那个墙 胸装的那个队伍好好当当 同志要你要问 我们哪里去要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同志们啊 迈开大步啊 朝前走啊 铁道兵战士 我大约行车走了十几公里 就进了南山以后 走了十几公里 我就开始晕车了 我这个晕车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是身体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是一直晕到宁墙 晕到宁墙下车 没五分钟就好了 出发时的雄壮噩声 逐渐被沉默代替 尽管他们以军队的编制 来进行自我约束 可实际上 他们仍然只是一批 来自城市的孩子 十六七岁的年纪 还不曾见过这么高大的山 这么遥远的路 第一批全部就是在 十七十八号那天 就在安航 就十九号开会 开大会以后就分配到 说你是哪个连 你是哪个连的 就怎么个走法 这就在会上已经就宣布了 还有同学表决心 而我们都是带着一点简单的行李 带了一点干粮 红军不怕原谅的那种书包 我们就沿着汉江那个 就是走的所谓的阳城小道 我们就按班牌 就沿路一下走下去 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山路 虽然说汉江顺着汉江走路 相对不是要爬山 但是总是在那起伏 因为他汉江总是拐弯嘛 来回的去了 他你顺着走的话 他总是有起伏的 这样的话就是走走就嫌累了 累得不得了 有人呢就干脆就在路边 睡一觉起来再走 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可如今已经五十七岁的王增苏 仍旧对往事历历在目 在哪里停留 从何处上岸 一直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 在年少轻狂的年纪 还有什么比革命的 漫漫主义精神更吸引人呢 很多同学呢 走着走着就 不知道这要备干粮 这个干粮呢 都反正从家里拿来的 吃着吃着觉得肚子饱了 中午吃了 再剩那么三两个馒头 扔了不要了 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小孩 不知道从那个汉江 一个回水湾那里边 找了半条鱼 这条鱼怎么死的不知道 这半条鱼都有二十多斤 我们看着那个小孩 旁边有个同学 就把馒头就给那个小孩了 实际上他不是可怜小孩 他是认为他背的这个馒头太沉 就把这个馒头 哎 你要馒头吧 这小孩都惊歹了 都和那个表情 我们一下 这个一给 旁边不想背的都给 那个小孩当时就 搜集了一书包馒头 高兴的把那个汉江 他给鱼你们拿走吧 连馒头他都懒得背 他还要鱼呢 什么 不要不要 你拿回去吧 结果到了云南赶水城 他们说那里正好在赶集 下面有少数民族 我也顾不得自己头昏啊 又吐啊 我就 我大家都不下车 我说你们能不能等我一下 我下去看一看 结果一下去啊 就跟我想象里不一样 那些人脏兮兮的 穿那个衣裳 很常常 你要那个鸡蛋啊 拿那些刀草酸去卖 我就感到很奇怪 哎呀我看一下 我说我一分钟都不想待 我就赶快又回到车上 我讲我到渡口市 再买一点水果吧 我讲我想到到时候下车 结果后来到了以后呢 我就没想到那里是渡口市 下来没到两分钟 又叫上车 那些男同志吧 他们都背的背包啊 我们就在车上没下来 我想后来过了以后 我讲怎么还没到渡口市啊 结果我们那领导就讲 你刚才没到吗 不是过了吗 我讲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怎么是渡口市啊 怎么能撑一个市啊 我就很不可思议知道吧 他们又这样说 那时候就讲 那么说你就不想来了 你思想就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你就看到这个地方荒凉啊 不想来了 后来我就不敢置身了 救人了 奥噶噶噶baren啊 爱护胧呦该了 别放了 那近年 也不如祝 从这三峡到海洋 江上龙国满四方 乌云滚滚埋长江 年事回东绕河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 想来原本应该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 一切却变得是那么的简单 在我们节目的拍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在三线人当年的行李当中 有三样东西堪称标配 一个是毛泽东语录 这是当年的必备手册万万少不得的 第二呢就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这个呢一般是工厂领导 棋逢好友之间相互用来赠送的礼物 第三件才是跟生活有关的物件 就是一个木头箱子 前者用来在精神上武装人 后者才是实实在在的用来搬家的 物质尽管贫乏 可是精神却并不萎靡 由东向西 由北往南 一代人的青春就此上路 当时呢发了一个这么这么宽吧 这么这么宽 这个也这么高吧 一个木头箱子 当时五面呢 这五面都是木头 上面呢一个三分之一地方 也定了块木头 这三分之二地方呢 钱了一块进去 这一只箱子的主人叫王大宝 当年87岁的王大宝 从辽宁来到了四川 参加三线建设 一个东北人就此 在四川的崇山峻岭之间 扎下根来直到今天 当时大小六件 你看一堆箱子 结婚中那时一堆箱子 一堆箱座子 这四件吧 还有一个钢 就是积酸材中的钢 这是五件 还有还有一个那个炕桌 东北用的炕桌 就这么六件六个家具 别散 那个东西怎么拿过来的 也是邀过来的 邀过来的 都邀过来 现在还有呢 我现在那个箱座都没了 箱座已经 已经那就是散架子了 我那里都是箱子的 本来的 我那里都是箱子的 我那里都是箱子的 你为什么要来的 我来的 这个东西 这就是 你为什么要去 感谢观看 20块钱 按道理两个月的工资就够了 但我这两个月工资 我要养家糊口啊 所以要乘一段时间 乘了以后 你并不是有了钱 你就能买得住的 很紧缺 说的不好听 跟现在有些人买汽车一样困难 那有一辆自行车 就相当于现在 买一辆汽车一样牛啊 现在的年轻人 过去已很难理解胡先明的话 一辆自行车 如何能相当于一辆汽车呢 然而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一辆自行车也是来之不易 到了景浆厂的话 我看地图 它那个地方是交通很不方便 要去赶个急 买菜我这些都需要走 走五六里路远 这个 所以有个自行车的话 我会解决这些问题 在那个年代 几乎一切物资的供应都需要票证 这是当年购买凤凰自行车的购车票 没有它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车 有些师傅告诉我 就是苏州最近来了一批凤凰自行车 它不要票可以买得错 所以我们就利用礼拜天 那个我有了一个 我们也是来之类的一个同事 我跟他两个一到 那个先到苏州 到了以后 把这个自行车果真买到了 买到以后 我们就只能骑回去 骑回无息 我们骑到从吃个午饭 一直骑到晚上十点那钟才骑动 实际上用不到这么长时间 因为那个自行车拿来以后 它都是给你拼凑的 螺丝这些都不是上得很紧 所以走到路上一路走 一会儿这个都又掉了 那个东西又坏了 很辛苦 就在一路找地方修车 修好车了以后 所以骑起来骑得很吃力 骑到晚上了 到无息已经掌灯了 胡先鸣费尽辛苦 从苏州骑到无息 又将其带到四川的 是一辆凤凰海自行车 与之其名的 在当时还有永久 飞鸽灯品牌 他们无疑是当时家庭的大剑 街头的明星 谁骑上它 在街上转上一圈 都能引来诸多艳羡的目光 您到厂子里头还是见过这种存钱买车的 也有 也不是很普遍 可能我想有车的人 能站到厂里头的十分之一吧 我估计 这是乐观的估计 是不是当时的经常擦呀 经常弄 是是 那当然要弄得很干净的 那个自己要把它保养得很好 您来了以后 假如只有您有车子的话 旁边的人是不是也得来借您的车子 出去赶个急呀什么的 赶个急都是礼拜天 那个要发生冲突啊 那种是只休息一个一天 那些感觉啊 这些都是我骑一个车 我前面搭一个小孩 后面我爱人坐到那个座位上面 就是那个轮子旁边还挂一个 四川叫北斗的东西 还装东西 那全家人就是这么一个车去赶集 一家三口骑上自行车去赶集 在三线人的周末时光中 是一个固定的节目 它代表了人们在工厂之外的一种生活 尽管他们的命运 已与工厂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了一起 从江南水乡来到四川盆地 从富饶的东北来到云贵高原 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来到崇山峻岭之间 点燃他们的除了革命激情 还有对新生活的向往 就在三线人大举搬迁的同一时期 美国的一本名为在路上的小说 风靡全球 也曾经有歌声唱道 背起行囊 城市已在远方 对你挥挥手 不用说再见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三线人 在路上的故事 却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他们带着明晰的政治任务 不是旅游 更不是流浪 但他们在路上的故事 同样迸发着巨大的张力 贯穿了整整一代人 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既然来了 就尽情投身于他 这是当时三线人的心理 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也就这么产生了 而他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明天的凤凰大视野 三线往事之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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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线往事之安家落户